你敢相信吗 这个在自行车上表演特技的小孩只有两岁 简直是天赋异禀 就连旁边的路人都看傻了 纷纷露出你手机第六个表情 跟他同龄的小朋友 最多就骑骑滑板车什么的 而他不仅可以骑自行车 而且速度还超快 摄像小哥跟着他跑了一圈 已经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而他依旧没有要停的意思 节目组测了一下 他的速度达到每小时25千米 而且他还能围着大树来回绕 更不可思议的是 他在骑行中还能表演高难度动作 就连专业运动员都直呼惊讶 可是妈妈说 小男孩从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 只是偶然在电视上学的 并且还学得有模有样 通常像他这么大的小朋友 连最基本的平衡都很难掌控 何况是骑自行车 可是妈妈却说 小男孩16个月就会骑滑板车 20个月就掌握了平衡车 等到24个月的时候 就已经很轻松地驾驭了自行车 专家说 他从没有见过这么小的小孩 就能把自行车骑得这么好 他的胆识和速度都是相当惊人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天才吗 原来小男孩从出生起就喜欢骑车 只要不给他骑 他就会哭给你看 看来这项技能是天生的 最后希望小男孩健康快乐地成长